1977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所指导的科幻电影第三类接触 人类使用音乐与灯光和温和友善的外星人进行了沟通 最近在推特上活跃的Panty星外星人 最近公布了一种他们喜欢的乐曲 这是一种乐器 传统上它是由一个巨大的贝壳制成的 首先将这个贝壳干燥 然后变成坚硬的结晶细丝 然后仔细打磨雕刻以进行适当的调音 底部会有部分充满水 缓慢摇晃以产生混响 这是一种叫做 沃特斯哈普特的乐器 也叫做海洋竖琴 该仪器是由里查德·沃特斯 在1928年至1969年间发明的 以摩擦或敲击的方式演奏 震动结合了弯和干的共振特性 以及内部水的运动 声音经常被用来唤起神秘感和悬念 外星人似乎对这种连史自然的声音感兴趣 雨墨星人也表示过对声乐团和古典民间合唱团的声音很喜欢 此外还有一些外星人表示对隔离高丽慎勇形式音乐感兴趣 因为节奏更接近呼吸 2019年10月3日 在中国太原宁宾桥上空拍摄的UFO 不知道是否由于桥的造型和灯光 类似于光之竖琴 而吸引外星人现身了 音乐是宇宙中的通用语言 因为一切都是震动的 一切都是频率 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 了解和研究UFO与外星人及其他未解之谜